7月10号中午收盘了 大盘今天跳空高开 但是冲高之后回落了 这里面啊 很多指数走的跟这个都差不多 像什么上证50了等等啊 跟他走的差不多 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翘翘板 就是这个你看走的呢是这个样子 可是创业板不是这样 创业板走的很强啊 那创业板走的这么强 它代表什么 你看创业板如果长期来看 这不就是大底部之后起稳吗 而上证指数是什么样啊 上证指数这不还是相对的一个高位吗 如果这样看 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高位 创业板这不还是一个相对的起稳 底部起稳吗 所以他们两个有一些分化 更主要的大家跟我看这里面 大盘权重指标股 早晨一开盘的时候 走的还不错 但是快到临近这11点的时候 不咋地了 尤其是在这看到吗 11点时分开始还出现了一波小跳水 那这波小跳水是什么造成的呢 券伤 牛式的起手券伤 它变成了一个就这样的走势 880472 你来看 这不是券伤把大盘给带下来的吗 早晨的时候 券伤也曾经走过这个 但是券伤毕竟是在开盘半小时的时候还创了个高呢 那大盘呢 看开盘这半小时是不是也创了个高 同时这也挖了个坑 跟券伤的走势几乎就等同880472 大家看 是不是跟券伤走的一波三折 很有一拼呢 这不就是牛式的起手券伤 有一个带头作用吗 假如券伤牛式的起手要变成沙男的话 那他可能就跌下来了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实际券伤也好 还是指数也好啊 他们在这里面就非常纠结 因为这你看这里 今天的成交量又缩量了 连5000亿都不到 上个周五的时候不到8000亿 这不就是所谓的地量见地价吗 那么我们再来看长期的这一个走势 去掉均线放大一点 是不是今天除了跳空高开 那么他还往回挫了呢 也就是今天呢 原本挺好的架势 但是这个位置走的好像挺不如意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位置就看下午几点 第一 券伤在这个位置能不能起稳 来我们看券伤880472 券伤如果按照这个图形来看 这券伤是不是很不错呀 那不就在这第一点起来之后 这构成一个像底背离 或者是叫做头肩底形态吗 是这样啊 如果他真的形成头肩底 不就上来了吗 如果把券伤往长期一拉平 再来一看 这是不是长期一个大底部啊 是啊 所以大盘跟他走的呢 也如出一辙 因为券伤本身他没有什么业务 他不就是卖水的吗 他就是看咱们股事要是好了呢 那他就在这儿也能赚钱 因为券伤嘛 就是挣差价挣佣金的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他的一些自营业务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业务 也能赚的是差价 那像他的这个 他正规的业务 像这些个证券 经济业务的 这不就是挣的是咱们的手续费 还有服务费吗 所以他呢 完全靠大盘的这个来吃饭 也就是股民在这儿成交越大 那他日子越好过 那反过来咱说成交量 你看今天的成交量 不到上午的五千亿 那今天下午 就是说破天 他也不会达到一万亿 因为每天呢 都是上午多 比方说上午要达到六千亿 下午呢 要是猛一猛 就达到了一万亿 假如上午要达到七千亿 那下午大概率就会超过一万亿 这不就这样吗 可是上午 现在呢 连一半 一万亿的一半 就五千亿都不到 那很显然下午呢 他就不会到一万亿 除非这个位置 大盘权重指标股也好 还是说的赛道股也好 等等这些东西呢 有资金关注 说到资金 那么我们谈今天的最大的问题 市场上今天最大的问题 在哪呢 实际还是成交量不足 由于成交量不足 那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把各个板块都推动 所以在这儿大家来看 我给大家带来这个版面啊 这不就是 咱们的哪个板块长得好吗 你像礼啊 福啊 包括一些纳镇池 洋湖体理免税 知识付费 包括草甘林菇等等 这些东西有好多一票 我们都能看到 它属于新能源概念 但是那些东西都属于什么 它们不就是一些个别的啊 叫像咱们过去的老的 抱团老的赛道那些东西吗 或者是它正经 就是一些个真正的赛道股吗 那么这不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新的东西出不来 也就是板块没有办法启动 板块不启动 热钱就进不来 新板块不动 那么钱就进不来 这是制约了我们的成交量 那由于成交量不够 或者是说热度值不够 没有人愿意往这来呼 那我们现在说 周六周日双休日 有一些利好啊 那难道就不对线吗 所以说在这呢 券商之所以说能够先动 880 472 今天早间券商 人家直接把大盘给带着高开 那么有人在说说高开低走也好 还是下午跳水也罢 有这个到有这个必要吗 那跳找盘这个跳空高开 那这呢震荡也就是了 那不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大盘在这3200点附近吗 如果按长期来看 它没有什么大毛病 对不对 这不是长期吗 那都已经横盘称当了8年了 所以说在这呢 就看我们股民在这块去怎么想问题 如果说在这 假如有一些人坐不住板凳 说这个位置呢 就感觉到好像还不行 你说这个位置 现在低下来了 低下来了呢 来我们看这里 本轮的上涨 从3144涨到这里 涨了大概是100个点 不到 就是100个点 102 最高啊 上下影线都算上 那么102 可是在周五的时候 这根下影线 最多的时候 已经打下了55个点 按道理这个半分位 或者是说 按道这个就叫黄金分个位 0.5 这个跌幅也已经够了 那么在这这么这么 它应该上去 对不对 从道理上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是什么 市场上为什么成交量不够 市场上为什么没有启动的新板块 或者是市场上这些阻力资金 都在关注什么 或者他们在等什么 那么大盘要想上涨 没有主力 他们的人家撬动 是不行的 那么主力想撬动 实际上这这么个第一个点 应该容易 因为他们赚的已经盆满不满 我是说他们的筹码 筹码那么多 是不是也在等待着某种契机呢 那么在这如果说 他真的要是等某种契机的话 说破了天 那么我们散户要是不割肉 他们是不会拉动的 是不是这样 那就是说磨我们的性子 什么时候把我们磨的受不了了 把这些带血的筹码给人送出去了 松手奉献上去 就是割肉了 那么人家这个位置也就开启 所以说这儿呢 在成交量萎缩 而且这个位置成交量急剧下缩的时候 就连上个周五也不到八千亿 那么今天如果搞得不好 这个位置也就是七千多 下午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现在连这个五千都不到啊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一定要多长两个心眼 就是有一些东西 关键的问题 还要看好我们手里的品种 你看啊 假如以上证指数这个位置 上证指数放大一点看 这不是也是在低点太高吗 如果这个位置起的没毛病 那么上证指数冲高回落 这个也已经回落了百分之五十了 这不就是下跌黄金风格位吗 再说一点 看这个咱们的创业板 创业板是什么样啊 创业板如果放大了一点看 人家是不是低点不破的问题 筑底这已经相当于人家不再等了 创业板给这往上涨了 是不是有一些东西 包括一些双碳经济的那些个新能源车呀 等等一些赛道啊 还有一些老抱团啊 这些东西人家都已经按捺不住了 换句话说 创业板在这已经跌无可跌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你看大长时间大朝期来看 这里面啊 已经通过了一个大型的整理 此前是什么呀 此前这波上涨 是去年的一个撬动 那么这一波通过充分整理 到现在是不是已经调整到位了呢 所以呢 创业板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止跌的迹象 上涨指数这个位置啊 说句良心话 实际呢 它长期来讲也很不错 那么只是说这个位置 没有一个有龙头带动效应 换句话说 没有热点 那么现在的关键 不还是回到上面说那句话吗 就是市场上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热点板块的启动 下午关注什么呢 最主要关注的下午 有没有新的板块出现 或者是说 有没有这些个板块击松出现 那么他们要出现的时候 大涨的股一定要多 不能像现在 你看现在 今天上午 涨幅超过5%的才108家 这个是不行的 涨幅超过5%的 怎么都得超过300家 这样来讲 就是这个热点才能推出 换句话说 人们才能坐不住板凳 厂外资金才能进厂 厂内资金才不会说多杀多 好 总结一句 关键的问题 还要看好我们手里的品种 假如我们能手里那个品种 要是不破5日线 甚至不破10日线 我们可以持股待涨 假如这个位置 真的要去跌破那些 就连20日线都跌破的话 那么就要被边缘化的时候 我们千万的要减半 把出来的资金 往那种低位有拐点的地方 你看现在就包括创业版呢 还是什么呢 科创版呢 他们都在第一位呀 在第一位的时候 这个就叫什么 这就位置决定性质 好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江瓜柱 加了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朋友们 我们下午收盘见 我们下午订阅 这一个点 跟他说 所以